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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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講清講楚》 機場第三跑道的環評報告 還有大概一個星期就會結束諮詢 不過政府和關注團體 對於填海工程造成的環境生態影響 是大還是小 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仍然有很大的分歧 有沒有可能去收窄 今天直播室有機管局 負責今次環評報告的總顧問 程明錦先生 早安 程先生 早安 你好 今次環保團體和報告之間的分歧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就是中華白海豚 那一點其實就是在於 報告認為 其實就是中華白海豚 會在工程範圍附近有部分的白海豚 但是經過一些緩解措施 例如最簡單 例如工程船的船速可能減低 也會在白海豚的繁殖期間去停工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就是在工程完成之後 就會設立一個2400公頃的開工院 相信做完整這些緩減措施之後 對白海豚的影響會減到不顯著 甚至是低程度的影響 但是環保團體就不認同 你作為做這個報告的一個總顧問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據 會相信做完整些緩減措施之後 白海豚會回來這個位置呢 謝謝